连日来,一段环卫公母亲考场外与参加高考儿子含泪相拥的视频在网络走红,感动了万千网友。 很多网友称这位妈妈为最美妈妈。 6月11号,记者在河北省定州市见到了这对母子。 视频中,参加高考的儿子叫任旭明,妈妈叫任洪娟。 据任洪娟介绍,她工作的地点离任旭明上学的高中很近,几乎每天都能路过。 6月8号下午5点左右,她来到儿子所在的高中门口,等待从考点回来接送考生的大巴车,想看一看正在参加高考的儿子。 听说考完了,上回走了,我就把车撩去撩一遍,我说看去吧,看能碰得吧,碰得了最好,碰不得,咱们就该干嘛还干嘛呗。 结果起来,真就遇到了,这就发生了这么一幕。 就是心眼的人说,孩子人生的重要专者,看见了就特别激动,高兴。 我本来是住宿,然后有半个月没见,我妈妈了,然后就正常回学校。 我妈妈可能也是想看我吧,结果挺巧的又碰上了,然后挺激动的,感觉妈妈也挺辛苦的。 任旭明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农村家庭。 她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,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,哥哥也在一家企业上班,一家人都有稳定的收入。 记者在任旭明房间看到,墙上贴着他初中和高中时获得的奖状。 任旭明说,对于视频走红网络他感到意外,也非常感谢网友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。 我感觉挺意外的,然后就突然走红了,然后也感谢了很多网友的关注,然后也看了一些留言,我肯定就是做好自己,然后对于这些评论就并不会受这些影响吧。 任旭明和母亲的视频在网上走红之后,有人提出要资助任旭明上学,都被任旭娟婉拒,他表示,希望靠自己的双手供孩子上学。 任旭明说,他心仪的大学是河北地质大学,最终结果如何,还要看高考分数,根据分数填报合适的院校。 我现在在计划,就报职员,然后看一些填报职员的书,然后准备填报职员之后,在本地去打工,挣了钱给父母买一些东西。 请问他做个好的大学,出来一会儿上网找个好的工作,成家立业,有个好的未来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